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 感谢你在每个清晨的时候 你领我们来到你的平台上 神阿妮与我们直接的对话 让我们真的是内心蛮有喜乐 我们的一天就从与你喜乐的对话开始 神阿我们不管我们在每一天的处境里面 有什么样的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或遇到什么样的苦痛愁苦 神阿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 把它交给你 神阿因着你的扶持 所以我们人生的路能够有喜乐有平安 因着你的扶持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 感谢神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你 我们也知道前面的路 因着有你的陪伴 有你的引领 我们走在福音的正道上 我们可以把这些福音的信息 带给更多的人传到地底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 所有的弟兄姐妹的扶持 弟兄姐妹的服侍 还有老师的教导 我们都放在你的手上 求神引领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咱们 感谢神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卷书 这是The Book of Proverbs Proverbs是真言 这卷书是智慧书 很不一样的智慧书 特别是来自天上的智慧 天上的智慧 我们今天先回顾一下 二十四章的二十 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 昨天有讲到这里 Fear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 Aim the King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跟君王 My son And do not join with the rebellious The rebellious 这个形态 我们看过很多 The poor, the rich The定观词加上一个形容词 就是指那一种的人 那一类的人 所以不要加入那样的人 The rebellious 就是那些叛逆的人 那些背叛耶和华的人 那些不听神的话的人 你不要去跟他们结交 跟他们来往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敬畏耶和华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不过的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是20 我们今天从24章的22节这里开始 24章的22节开始 OK 24章的22节 我们看一下 他说 前面因为是上半句 说你们不要跟这样的人结交 那么下面呢 就提供给你的 就是说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 4 因为什么原因呢 OK 因为 those who those two 那两种人 都是 two OK 我们讲过 一个是 耶和华 是吧 the lord and the king OK 好 Those two will send sudden destruction upound them OK and who knows what calamities they can bring OK 因为呢 这个 他们会降下 sudden destruction upound them OK 因为他会把这个 突然的 突然的这种灾难 给降下 这个是 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 预料得到的 预料得到的 所以呢 告诉你说 你要很 小心的来处理 这样的事情 OK 好 所以呢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二十 OK 二十二节 OK 因为他们会突然的 突然的糟难 and who knows 谁知道 会怎么样呢 这个句子就是 谁知道 who knows what calamities 什么样的 这些毁灭 什么样的惩罚 they can bring 他们会带来 什么样的惩罚呢 calamity是 惩罚 祸害 祸患 毁灭 就叫 calamities OK 所以呢 一定要很小心 一定要很小心 OK 所以我们 二十一节 跟二十二节 这个是两个 是合在一起的 合在一起的 好 再来我们看 二十三节 these also are sayings of the wise 下面也是 智者所说的话 智者所说的话 他们 sayings 是他们的 真言 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说什么呢 to show partiality to show partiality 我们以前 有讲过 偏袒 一个人有私心 特别偏袒 偏爱什么人 叫做 to show to show partiality in judging in judging 就是在审判的时候 审判的时候 我们要 要看 是不是有私心 有偏袒的话 is not good 这个不是好的 是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美善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在审判的时候 不要去看 那些 人是否有偏袒 是不是有人 在讲 在讲人的 这个 特别有 有私心 有情面 这方面 这方面是不好的 OK So 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 whoever says to the guilty 对这些人 whoever 任何一个人 对这个 有罪的人 又对这些 有罪的恶人 这样说 you are innocent 你是无辜的 你是 好人 义人 people will curse him and nations denounce him OK 所以任何人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 老百姓 people 是指 这些万民 万国万民的人呢 就会怎么样 会咒骂他 and nations denounce him 所有的这些民族呢 都会denounce 会诅咒他 会证悟他 诅咒他的 好 下面我们再看 这个二十五节 but it will go well go well 是指说 这件事情呢 快就会变好的 慢慢会变好的 with those who convict the guilty 对于那些 convict the guilty 指的是那些 那些犯罪的人 那些犯罪的人 那些 convict guilty 是说他们承认 他们的罪 承认他们的罪 那些人呢 这件事情 必然呢 就会变好 然后呢 最后会得到 喜悦的事情 and rich blessing rich blessing rich blessing 在这里指的是 那些很美好的 祝福 很美好的福分 rich在这里 是一种美好 丰富的意思 welcome upon them 所以美好的祝福呢 福分 也会临到 他们身上的 也会临到 他们身上 这个是 非常好的事情 好 再来我们看 二十六节 an honest answer honest answer 是一个很 诚实的 一个很诚实的 诚实的这个 answer是好像 应对别人 你去 怎么样去 诚实应对 诚实应对呢 it's like a kiss on the lips 就好像 亲嘴 跟别人亲吻 亲在他的嘴 他的嘴唇上一样 an honest answer 所以应对 你诚实应对呢 就是等于是 恰如其分的 你与别人亲嘴的时候 亲在他的嘴唇上 一样的道理 再来二十七节 finish your outdoor work outdoor work 是指你那些户外 在房子外头的工作 叫做outdoor work and get your fields ready get your fields ready 也就是把你的田里面的事情 准备好 准备好 after that build your house 所以做什么事情 都是有一个 次序在 所以他要你说 先把外面的工作 房子外面 田野里面的事情 准备好 把你田里面的事情 都准备好以后呢 你就可以建造你的房子了 好 二十八节 OK 二十八节 do not testify against your neighbor without cause 这个cause是指 有没有凭据 如果你没有凭据的话呢 你就千万不要去 做假见证 做见证 去陷害你的灵社 口无凭证的话 就不能去做见证 陷害你的灵社 or 否则的话 OK use your lips to deceive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呢 用你的嘴唇 去欺骗 这个deceive是欺骗 或者是诬告人家 指的是你用你的嘴唇 去诬告人家 你不可以做前面的事情 也不可以做后面这件事情 都不可以的 好 再来 二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二十九节 do not say 不要这样说 不可以说什么呢 I'll do to him as he has done to me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那个人如何的对待我 he has done to me 他怎么样对待我 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对他 就是这个这样做是不好的 人家怎么对待我 我就怎么去对待人家 他说这样子 不要这样说 I will pay that man back for what he did 下面还有一句就是说 有的人会这样说 说我要按照那个人 他所做的事情 他所做的行为 我去报复他 去报应他 他怎么对待我 他对我不好 我就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他 不要这样说的 好 三十节 I went past the field of the sluggard sluggard我们已经很清楚 是这个懒鬼 懒惰的人 我呢 wim past 表示说他经过 我经过那个懒鬼的田地 然后还走过哪里呢 past the vineyard of the man 经过那个人的 这个葡萄园 葡萄园 这个圆 这个人是谁呢 who lacks judgment lax judgment 是指那些 没有判断力的人 没有 脑子里面缺乏 这个判断力 比较无知的人 比较无知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thorns okay have come up thorns 指的是那些 荆棘 那些荆棘有刺的 have come up everywhere 到处都长满了这个thorns 都长满了荆棘 the ground the ground是地面 the ground has covered with weeds weeds呢 就是那些野草 中东地带的话 这些野草 也都是有刺的 都是有刺的 地上也长满了 都是到处 都是野草 and the stone wall was in ruins 中东很多的建材 主要就是以石头为主 他们不是以木材 像中国以木材为建材 他们是以石头为建材 那这些石头墙呢 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倒塌了 叫in ruins 都鬼怪了 倒塌了 好 三十二节 I apply my heart apply to 我们昨天讲过 apply to 把什么运用在什么方面 我把我的心就用在 what I observed what I observed 是指说 我留心在那里 仔细在那里 用心思想 我把我的心 都用在思想上面 and learn 我学了呢 learn a lesson from what I saw 就把我所看见 就我看见的事情上呢 我就学会了很多的教诲 很多的功课 好 所以呢 观察很重要 用心观察 用心去思想 去体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你有智慧的原因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三十三节 a little sleep a little sleep 跟这个slip不太一样 slip是真的进入睡眠 深刻的睡眠 slumper呢 指的是这种 打盹 打盹 a little folding on the hands to rest folding of the hands 指的是说呢 把手叠起来 就好像 我们把手叠起来 垫在头后面 那个姿势 叫做 folding of the hands to rest 把手双手抱着 叠起来 垫在头底下 我们在那里 休息 and poverty ok 所以他说 你如果贪睡 你看这个人 再睡一会儿 再打一下盹 再把手 垫在脑后面 再睡 再休息一会儿 那么 结果呢 poverty poverty是贫穷 poverty will come on you like a bandit 你再这样偷懒 再睡一会儿 再睡一会儿的话 贫穷 就很快来到你身边了 他来的时候 就像强盗一样 come on you like a bandit come on you 这种on 表示他 临到你 就像强盗一样 临到你 ok scarcity scarcity 指的是那种贫困 也是贫困 like an armed mean 这些缺乏贫困呢 就会 匮乏呢 就会像什么 像一个武装的人 拿着兵器的人 要打仗的人 来到你身边 一样的 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不要常常偷懒 睡觉 再睡一会儿 再打个盹 哎呀 可能贫穷就来找你了 匮乏就来找你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张 这个proverbs proverbs就是我们的真言 就是真言这个字 the book of proverbs 好 proverbs的25章 25 这个是25 verse 1 看一下verse 1 这个呢 下面说 these are more proverbs of Solomon 下面呢 这些 指下面的这些呢 就是所罗门 还有更多的一些真言 下面这些都是 所罗门的真言 copy copy是把它 腾血 抄露下来 copy 我们现在就是复制 复制 粘贴 对吧 copy by the man of Hezekiah Hezekiah 是指 是这个 Hezekiah是一个王 他是king of Judah 由大家的这个王 叫Hezekiah 我们中文叫做西西加 西西加这个王 他的人 所抄露 所腾血的 他找人整理出来的 好 下面第二节 我们来看 It is the glory of God OK It is the glory of God Glory是指他的荣耀 他是神的荣耀 什么事情呢 to conceal a matter conceal我们学过 隐藏一个事情 隐藏事情呢 这个是 把事情隐藏起来 这是神的荣耀 这是神的荣耀 to search out a matter 隐藏事情是神的荣耀 但是search out 是相反的意思 search out 是把这个事情 给查明白了 不隐藏起来 把他查明 叫做search out a matter is the glory of kings OK 而把事情查明呢 这个是 君王的荣耀 所以 事情隐藏起来 这是属于神的荣耀 但是如果把事情 查明了 这是王的荣耀 地上的君王的荣耀 好 第三节 我们来看 as the heavens are high 指的就像 什么as 就像一个like一样 像天那么一样的高 as the heavens are high heavens在圣经里面 常常我们都用复述 因为它的概念是 觉得有好几重的天 叫做heavens are high and the earth is deep 地啊 是非常的深的 非常厚的 我们指的是非常厚 非常深 非常厚的 so the earth of the hearts of kings the hearts of the king 君王的心 are unsearchable are unsearchable 因此君王的心呢 是猜不透的 unsearchable searchable是可以去搜寻出来 unsearchable是你怎么测也测不透 怎么猜也猜不出来 没有办法去查明白的 测不透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君王的心 就像天一样的高 像地一样的厚 所以地上君王的心 你都是猜不透的 unsearchable 好 再来 remove the dress from the silver dress呢 是指那些渣子 不纯粹的东西 从银子里面 from the silver 从银子里面 把那些渣子 不纯粹的东西 给他拿掉 除去 叫remove and outcomes material outcomes 其实是come out 倒过来的 倒过来的用法 outcomes 那么你除去了这些 银子的这些 从银子里面 把渣子 不纯粹的东西 除掉以后呢 outcomes materials 那剩下 拿出来的这些东西 除掉 剩下的就是 很纯的银子了 所以alcome material material是那个物质 就可以给什么 ford 是用来给银匠 叫做silver smith 什么某一种金属的名字 在前面 后面加一个smith 就是那种金属的工匠 比如说go smith 是金匠 或者是有其他的 其他的金属的 iron smith 他是做铁匠的 silver smith 就是银匠 所以银匠呢 就是把这些 渣子不纯粹的东西 从银子里先拿掉 然后剩下的物质呢 就是给银匠用了 银匠就可以用它来 做器皿 OK 第五节 我们来看 所以呢 既然同样的道理 跟银匠 所做东西的 方法一样 我们要 remove the wicked from the king's presence the wicked是恶人 我们要从什么呢 from the king's presence 从王的面前 我们要把恶人给除掉 remove the wicked 在王的面前 把恶人除掉以后呢 and his throne OK throne是指他的王位 他的君王的位置 will be established through righteousness 如果我们把 在王的面前 把这些恶人都除掉 那剩下的都是义人 都是公义的人 所以呢 王的这个throne 就是他的王位呢 就可以建立起来 be established 就很巩固了 through righteousness 透过公义 他的王位 就会非常的巩固 因为剩下恶人都除掉以后 剩下的都是公义 都是义人了 是不是 好 第六节 do not exalt yourself in the king's presence in the king's presence 指的是在王的面前 在王的面前 do not exalt yourself exalt yourself 是把你自己高抬 意思就是说 你很骄傲 望自尊大 把自己抬得高高的 千万不要在王的面前 高抬你自己 and do not claim do not claim a place among great men great men 指的是那些大人物 重要的人物 有权柄的人物 在那些大人物的前面呢 你不要do not claim a place claim a place 也就是说 你不要自己就要求 要有 要一个位置 站在那些大人物的中间 你说 我要跟皇亲国戚 站在一起 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自己就要求 不要自己就要求 要一个 要一个位置 在我这些重要的人物之中 好 第七节 我们来看第七节 it's better for it's better 就是这样子是 比较好的状况 也就是 宁可 你怎么样 怎么样 it's better for him to say to you 这个 him 就是指那些 great 大人物 比较好的是 让别人 他跟你说 for him to say to you 你可让别人跟你说 come up here 来请上来 come up here then for him to humiliate you before a nobleman ok 胜过 them 这个 better them 我们不要忘记 前面这样是比较好的 胜过什么呢 胜过让他去 humiliate you humiliate呢 也就是说 让他来 humiliate you 就是等于说来 让你觉得很 让你丢脸了 ok 让你这个 羞辱你了 ok 怎么样羞辱你呢 before a nobleman 在一个 nobleman通常都是指那些 有权贵的人面前 胜过说 在那个权贵面前 来羞辱你 所以呢 你最好是让人家 来跟你说 来跟你说 啊你请这里走 你请上来 什么的 而不要让人家 来 所谓的 humiliate 在这里 就是说 人家到时候 不想让你上去的时候 人家就直接 羞辱你 跟你说 那你下去吧 ok humiliate 这个地方就是 羞辱你了 不要让人家 羞辱你在一个 权贵的面前 来羞辱你 what you have seen with your eyes ok 你所看到的 你呢 所以呢 你就是用 你所已经看到 用你的眼睛 已经看到的事情呢 do not bring hesitly to court hesitly 表示说 你不要再 跟人家诉讼 诉讼 bringhesitly 也就是说 你不要在这个 court是指那些 这些 法庭上面 去跟人家去争取 叫做 就是bringhesitly 你不要在 法庭上 跟人家争送 跟人家去 抢答 这些什么东西 所以 好 for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end 因为呢 什么事情呢 what will you do 最终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的 情况呢 最终呢 if your neighbor puts you to shame ok 假如 这个是假如的话 万一你的 临舍 这个neighbor 不一定是临舍 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周遭的人 万一有人呢 put you to shame 如果他呢 使你蒙羞的话 ok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不要在那里 跟人家争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权贵旁边 要有一个位置 什么什么东西 千万不要这样子 所以不要去争 hastardly就是一个非常很快的速度 在很匆忙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求要站在这个上位 千万不要这样子 好 再来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 if you argue your case ok 假如你在那里呢 你在那里是跟人家争送 跟人家争论你的这个案子的话 跟人家起诉啊 什么的话 with the neighbor 假如你跟你的临舍 在那里 argue your case do not betray another means confidence 注意你跟别人争送 比如说有争执 有诉讼的事情 要千万记得 不要去把另外一个人的隐私 给泄露了 这个叫做betray another means confidence 因为another means confidence 表示人家信任你 告诉你的事情 你不要背叛这件事情 也就是人家秘密告诉你的事情 请你保守秘密的 这个是人家的隐私 你千万不要背叛这个 千万不要把它揭露出来 你可以跟你的 就是不要为了你跟你的临舍 在那里征诉一些什么 争执一些案子 或征送的时候 就把另外一个人告诉你的事情 秘密就泄露出来了 第十节 or否则的话 如果你不这样做 否则会怎么样呢 he who hears it 听见你的人 听见你这样说的人 知道你信了人家秘密的人呢 may shame you shame you 就是说他会羞辱你 他会骂你的 and you will never lose your bad reputation ok 那你就永远难以脱离你的这个坏名声 bad reputation reputation是你的名声 bad reputation是你的臭名 你因为这样子 你把别人的隐私给泄露出去 人家会说羞辱你 而且会骂你 这样你就永远脱离不了你的坏名声了 ok 十一节 a word aptly ok aptly spoken 这个aptly 修是这个spoken 一句话说的很合一的话 很合适 说的很合一 就像什么呢 it's like apples of gold and sitting of silver ok 所以apples of gold 是指一个金苹果 ok 金的苹果 苹果是金的 in settings of silver settings通常是苹果放的东西一个容器上面 所以我们就是只放在那些苹果的篮子 或者是苹果的这个放网子上面 我们可以讲 所以settings of silver 指的是呢 是一个银的网子 放苹果的地方 一个容器上面是银的 所以呢 就表示一个话说的很合一的话 表示一切都是非常的恰当 又非常的美好 金的苹果放在银的网子上 太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 ok like an earring of gold earing 注意这个地方是两个r 两个r earing of gold 是指什么东西呢 是指我们的这个金的耳环 金的耳环 or an ornament of gold of fine gold ornament是一个装饰品 装饰品 of fine gold fine gold是精致的金子 精炼的金子 比普通的金更好的 很细致 很精致的金子上面 这个呢 is a wise man's rebuke ok 所以前面讲金的耳环 或者是一个金金 精致的金子所做的 那这些装饰品呢 其实就是wise man's rebuke 就是智者 智者呢 斥责别人 比如说智者 讲你 一个聪明智慧的人 讲你 说你这里 责备你 你这里不好 你那里不好 to a listening ear listening ear 是指一个听从 已经在那里 专注听的耳朵 也就是顺从 愿意听从者的耳朵 ok 所以指的就是说 一个智者 他的责备 对于一个愿意顺从 听从他的耳朵而言 其实非常恰如其分 就好像是这个金耳环 或者是一个精致的金子 所做的这个装饰品一样 这个是如此之美好 这是非常好的 恰如其分的 13节我们来看 13节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了 时间到了 25章的12节 我们今天停在 25章的12节 停在 25章的12节